第四十集 经过阿萨姆跟圣龙国际那边的沟通 完整的剧本定为一个月之后桥 正好给桑莹腾出时间完成饭店的事情 实际上就算她画画的记忆再高 速度再快 七十二幅画 置业赶工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 更何况桑莹并不是会苛待自己 废寝忘食的人 要是如此 跑去休息时间 也足足花了十几天 才把饭店的所有画都搞定了 那些画被陆恒让人拿去做后期装潢 又要根据每幅画的内容 对每件包间的风格摆设进行调整 不过 这已经不需要桑莹再心理亲为了 她只要在房间装饰好之后 去看一看 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即可 反倒是陆恒情出了不少精力在上面 因为方瑞秋要去欧洲 抽不抽空过来 而张家红又人间蒸发 所以连带那些女服务员的培训 全都要陆恒一手挑起来 她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别说泡夜店泡妞 现在连吃饭都未必能顾得上 陆恒是有助理的 那是她原先为了赶时尚 学那些富少一样顾了一个私人助理 平时帮她处理一些日常琐事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以前最多的就是帮她打打电话 约那些女明星 现在这个助理终于派上用场 每天被她指使的跑来跑去 又是跟进装修材料 又是配置室内摆设 腿都快跑断了 苦不堪言呢 二赵 我这是一个人做几份工啊 您月底该叫往人工了呀 助理开玩笑道 人工就是薪水 这个助理是从岗城跟过来的 操着一口半闲不淡的普通话 相比这下 陆恒的语言天赋比她好多了 来那地几年 普通话也能学得自整相缘 这个助理跟陆恒混久了 说话也随意起来 这个放管要是能赚钱 别说加人工 年底给你加奖金都行 陆恒白了她一眼 她虽然愁愁满志 对开张之后能不能盈利 内心却是七上八下的 一方面她不希望被人看扁了 尤其是陆家那边的人 那一方面 又觉得如果这次也搞砸了 只怕陆老爷子对自己要彻底失望了 助理的电话响起 陆恒有两个电话 一个放在助理那里 多数是跟岗城那边联系 有时候碰到不想接的人 也可以通过助理挡一下 助理拿起电话 对她做了个手势 陆恒过去一看 是他姑妈陆锦青打来的 自从上次回来之后 陆家除了陆老爷子和他那个亲奶奶 也就是陆老爷子的第三房太太之外 再没有人打电话过来 陆恒跟陆家关系不睦 是出了名的 他索性也不避讳 直接就当着助理的面 当下阔阴键 然后才让助理出去 姑妈 好久不见你打过来了 怎么今天倒有空啊 陆锦青被他先发智人的话 给噎了一下 你怎么说话呢 姑妈难道就不能关心关心你啊 姑妈 你这话说的 听到你的声音 我不知道多高兴呢 是不是打算到那里来玩啊 要不要我去接机 陆锦青笑了一声 阿恒啊 几个月不见 你倒是长进些了 也会跟姑妈说好话了 听说你还跟人合开了个小饭馆 是不是真的呀 只不过这朋友想开 我入点鼓帮忙撑着场而已 姑妈 你从哪里听来的这边消息啊 可真能胡说八道 下回 你别找他们家了 换一家吧 陆锦青 冷下声音 阿恒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换一家 姑妈也是关心你 你的意思 难道是姑妈找人查你吗 对陆恒来说 虽然他从小就在陆家长大 耳濡目染 看到的听到的 全是生意上的事情 人情交集 商业事宜 但看和做 毕竟是不一样的 过去二十多年里 他从来就没有亲自参与过家族生意 而在陆家长辈看来 开饭管这种事情 无异于小打小闹 姑妈陆锦青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了风声 还打电话过来 话里话外 貌似关心 实则是在看好戏 意思是他在港城混不下去了 竟然沦落到要跟败家子张家红一起合作做生意 也幸好他还不知道张莹也有参与 否则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陆恒面上露出冷笑 声音却依旧吊耳铃 姑妈 你也想的太多了 我一向就不会说话 你又不是不知道 帮我跟姑父问好啊 哦 你姑父挺好的 知道那饭管不是你开的 那我也就放心了 否则传出去 说你的兄弟姐妹都在陆氏工作 就你堂堂陆家二少爷 在陆家混不下去了 竟然要到外面去开什么饭店 还是跟那个张家的败家子合作 可就笑死人了 没等陆恒说话 他又说了 哦对了 瞧我这记性啊 还有件事啊 老爷子让我转告你一声 阿语有女朋友了 明年二月初就要举行订婚仪式 你记得到时候也过来呀 陆恒这位堂兄陆语 跟他简直就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 从海外留学回港之后 他便入了陆氏工作 精明能干 按着世家子弟的路线 循规蹈矩 所有人都觉得 如果老爷子将来会把陆氏 交给孙辈来打理的话 那一定被陆语莫属了 现在陆语要订婚 未婚妻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平常人家的女儿 陆恒不以为意 随后答应了 那就恭喜于哥了 他未婚妻是谁啊 陆锦青在电话那头笑的 说起来呀 你应该也认识的 就是台湾邱家的千金 邱怡婷 乍一听 陆恒还真没印象 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 上回跟张家红赛马的那个邱维德 就是邱怡婷的弟弟 当时邱怡婷也在场 一般来说 港城世家子弟联姻 要么找门当户对的港城千金 要么就找家世清白 名声好听的女明星 前者可以帮家族挫展事业 有利于强强联合 而后者则有助于家族打开知名度 譬如说港城跟陆家互相上下的齐家 由于齐家二老弃伤从政 就娶了一位知名的女星 成为港城无数渴望 嫁入豪门的女性榜样 不过陆宇跟邱家联姻 这里就显得有点蹊跷了 因为邱家势力就算再大 也是在台岛 俗话说 强龙不压地投舌 到了港城也很难施展的开来 难道是陆家有意向台岛发展吗 陆恒虽然觉得奇怪 却没有问出来 因为陆锦青就算知道 也是绝对不可能告诉他的 哦 是见过几面 邱小姐还挺漂亮的 与哥艳福不浅呢 陆锦青笑道 哎 谁说不是呢 有了邱家 阿宇的靠山可就更大了 阿恒啊 你可得加把劲了 别说姑妈不帮你 我手头也有不少好牌的 什么时候给你介绍介绍 说不定你还能赶在你堂兄之前结婚呢 算了吧 姑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这人就喜欢玩 结了婚 还不就一个死子啊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陆锦青暗暗道 见陆恒听不懂他的暗示 也就说道 那好吧 姑妈就不打扰你了 有兴趣的话就给我电话 房门没有锁 早在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 张家红就已经进来了 此刻见他挂了电话 张家红就捏着嗓子 学陆锦青说话 别说姑妈不帮你啊 阿恒 姑妈给你介绍几个妞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最好玩坏了 靠到老爷子那里 把你的继承权取消了 滚 陆恒笑骂 踹了他一脚 你这几天死到哪里去了 四象 人家回港城了 张家红翘着蓝花指戳他 回去给我妈过生日 谁知道他又找了几个女的 让我跟他们约会吃饭 我一找到机会就跑回来了 张家红也是个不乐意被束缚的顽固子弟 要他结婚 比登天还难 不过他跟陆恒不大一样 头顶上还有两座大山镇压着 所以时不时的会被干涉 你那个姑妈又打来做什么呀 哼 听她那语气好像是帮你做梅呀 他问道 不是做梅 是想跟你结盟 随着声音响起 桑莹走进来 这里是在饭馆办公区域 单独辟开的休息室 做得十分雅致 有会合厅 还有单独给陆恒他们四个人 每人一间办公室 虽然对陆恒和张家红来说 这基本就是摆设而已 陆恒本来大马金刀坐在沙发上 见桑莹进来不自觉斯文了些 朝旁边挪了挪 善善道 你换完了 桑莹伸了个懒腰 哦 还剩下几张 先休息一会儿 张家红狗腿的给他捶肩 哎姐 你坐 哎小陆的 还不快给太后上茶 滚你的 陆恒踹了他一脚 走到外面吩咐助理 倒几杯茶上来 你说我姑妈想结盟 刚才打电话的声音不小 暗的还是阔音 连隔壁间的桑莹也听了个七八尘 陆锦亲对陆恒 一贯是不冷不热的 甚至还落井下石 让他在老爷子面前难堪 所以陆恒从来没往这个方面想过 但是桑莹旁观着心 一眼就看出里头的利所在 桑莹嗡了一声 他虽然姓陆 可毕竟已经嫁出去了 你们老爷子没有打算让女儿寄成陆氏 就算是有这个打算 也不会是你这个资质平平的姑妈 他自己应该也很清楚 他接过茶 喝了一口 慢慢道 所以 他一开始跟你说陆语的事情 是想引起你的重视 陆语原本就是你们老爷子器中的 如果跟邱家联姻 更是如虎天意 陆锦卿肯定不会乐意看见这种结果 因此 才提出要跟你介绍女朋友 就是想趁机把你拉到他那边 一起对付陆语 陆恒不言不语地听着 难得陷入沉思 我不懂商业上的事情 不过关于形式利弊 人心算计 倒还是能看清一些的 如果你也有益于陆氏 那跟你姑妈合作 也不是为一个办法 因为你现在势单力薄 又远离港城 论去天时地利和人和 都远远不如你堂兄 桑莹顿了顿 所以现在就要看你 到底是怎么想的了 陆恒沉默了半上 终于开口 我对陆氏没有兴趣 也不想去争这个继承权 这话一出 连张家红也张大嘴巴瞅着他 哎 我是兄弟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胸襟这么广阔呢 哎 不是我说 你们陆家的财产 起码也能挤身 港城前十名啊